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国多地都遭受了严重雾霾侵袭 雾霾一时间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这几天如果您打开窗户 想要欣赏一番蓝天碧海的城市风景的话 会发现我们常常引以为傲的厦门蓝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白茫茫灰蒙蒙的一片 而这到底是厦门雾还是厦门霾呢 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分不成雾还是霾 因为有那个小雨点落下来 感觉是不是雾啊 但是刚才听那个广播说好像也是有霾 感觉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吗 这雾气很大 您觉得这是雾还是霾呢 这个在这个地区应该是雾 霾吧 感觉喉咙很不舒服 感觉是霾 今天厦门的天气依旧温暖如春 时不时的还飘着零星的毛毛雨 城市中千米以外的景观已经难以分辨 根据试气象台方面监测 这两天我试大气层节稳定 静气层湿度较大 夜晚清晨时湿度达到了95%以上 中午达到85% 另外环保部门显示数据 上午10点左右 厦门空气质量指数AQI已达到了98 逼近了轻度污染状态 空气当中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到了中午左右 AQI指数持续增加 突破了100的水平 可以说这空气中 雾和霾都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呢 因为是这个水气呢 更足够一点 什么北方冷空气呢 稍微有点渗透下来了 就会产生一个小的毛毛雨 因为大气层节稳定了 风又比较小 那么这个湿度也比较大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 雾霾这个混合状态 那么因为说不利于扩散 所以说霾的现象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由于近一段时间 大气静稳天气持续 从本月3号开始 我是已出现部分时段的污染天气 个别监测点位 短时空气质量指数AQI 甚至超过150 达到了中度污染水平 那这样的一个天气呢 可能会一直维持到8号左右 那整个9号呢 北方有一股冷空气呢 可能会 弱的冷空气 可能会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 沿海风力加大了 整个空气的这个 扩散条件呢 就比较好 因为风加大了以后呢 有利于这个污染物的扩散 水气呢 也相对会扩散 天气呢 可能就会涨好 雾霾这样的会消散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 雾霾都给我市的交通 带来了哪些影响 今天上午 整个鹿岛都笼罩在大雾之中 而到了中午12点 夏京航线受此影响 被迫停航 不过在短暂停航 一个小时之后 夏京航线就恢复了正常运营 另外海上游等航线 也出现了短时停航 但夏谷航线未受影响 中午12点多 记者在武通码头看到 海面上笼罩着浓雾 远处的船只若隐若现 此时后船大厅里 已经停止了检票 所有航班暂停逆行 大厅里大概有 一百多名乘客滞留 这种天气状态下没办法 也只能这样子 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是天气的问题 这样子 我觉得OK 因为没办法 这是天嘛 你没办法跟天气去拼 由于停航时间为中午时段 武通码头方面 也是开放了员工内部食堂 给滞留旅客提供用餐 到了中午1点 海面能见度具备通航条件 滞留旅客开始检票 大概影响三班船 但因为今天是平日 旅客不多 中午时间段 这一个时间 大概每班船 就四五十个人 大概总的旅客 就一百来个人 所以第一班船 开完旅客就全部收上了 记者了解到 受大物影响 上午除武通码头外 厦门港的部分危险品船舶 施工船舶 以及下午客运航线 海上游等航线 都出现了半小时至两小时的短暂停航 武通码头的工作人员提醒 由于厦门即将迎来雾几 所以乘客在乘船出行前 最好了解下天气情况 同时和码头方面进行航班信息确认 以免耽误行程 另外长期以来 每到周末 附近门游客就比平日增多 所以武通码头方面 为了缓解客运压力 从明天开始 每周六上午将增开一趟加班船 每个礼拜六的早上 8点15 加开一班出行船班 第一季度就事行 一直到三月底 记者雄伟 王汉阳报道 接着再来说一说分时租车 昨天我们栏目关注了 我是街头出现的 分时租车的相关情况 在过去的2016年 网约车 共享单车 还有分时租车 这些互联网加模式的交通工具 也正在逐渐改变着 我们的出行方式 尤其是分时租车 与以往的传统租车模式 又有了新的不同 对此 相关职能部门 也加强了监管力度 1月3号下午 那么这些车较也没有租资认相应的一些维护 租资认企业呢 对这个承租人也没有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资格审核 比如说这个租车人是不是使用软件 租车软件的本能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 分时租车的模式 还是属于租赁汽车的范畴 公司首先要具备租赁资 车辆也需有租赁 而目前在我市 这种分时租车的汽车 有近300辆 全部都是电动汽车 这些车辆都尚未取得租赁 特别是沟放出行 虽然是北京首期汽车公司旗下分公司 但整个公司尚未通过运管部门的审核 没有得到引运许可 那么根据福建城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 那如果租赁企业 没有取得许可的话 进行车辆租赁 那么它将被处于3000块以上 3万元以下的一个处罚 那对于有企业获得了许可 但是使用了没有租赁证的车辆 进行租赁的话 那么这家将对它进行2000元以上 那1万元以下的一个处罚 我们就要去补漏洞 我们要去把它完善 那所以说这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我更愿意去配合 我们的执法部门 把这个我们执法过程 存在一些问题 去把它弥补起来 让它更好地去完善 我们的存在的一个漏洞问题 交通执法人员 再次也提醒消费者 在租车过程中 一定要查看车辆行驶证和租赁证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拨打12328 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投诉 本台记者报道 昨日 市纪委召开 全市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会 并下发了关于开展 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 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让群众看得到 体会得到 享受得到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 通知指出 接下去 基层战所 镇街和村居 将作为全市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点整治对象 重点整治三方面问题 一是处事不公 在社会保障 项目扶持 强农 汇农补贴 救灾 救济资金和物资分配等事项中 幽轻厚友 于民争利 在基层行政执法中 滥用职权 权钱交易 吃拿卡要 野蛮执法 选择性执法 乱收乱罚等 二是以权谋私 在扶贫领域等 惠名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 验过拔毛 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 贪污侵占 挥霍浪费 在集体三资管理 工程建设 征地拆迁 低保 医保领域中 违规插手 强占掠夺 侵占挪用 损工肥丝 超标准 超范围 向群众筹资 酬劳 摊派费用 违规收缴群众款务 或处罚群众 苛扣群众财务 拖欠群众钱款等突出问题 三是作风不实 办事态度生冷 门难尽 脸难看 话难听 事难办和刁难群众 对待群众合理诉求 消极应付 推为扯皮 作风简单粗暴 不愿做细致的群众工作 不认真履行职责 没有落实辩民立民措施 工作应付了事 效率低下 政务村务不公开 群众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制度 不落实 违规发放金补贴 公款吃喝 违规使用公车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大曹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 突出问题 各区纪委要抓紧全面排查 震接村居存在的主要问题线索 市值各相关派驻 纪检监察机构 要认真梳理所属基层单位 当前较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各牵头整治单位 要根据以往检查发现的问题 和群众投诉举报情况 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 同时 通知还强调 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各单位要借助厦门电视台 监督视线等媒体 及时宣传报道整治和查处 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的工作情况 剖析典型案例 形成震慑效应 去年11月中旬以来 我们栏目多次报道了 殿前嘉河路的下川寒洞漏水 给附近居民的生活 带来诸多不变的新闻 那么 现在这处寒洞的情况 如何了呢 我们一起再去关注一下 记者再次来到 位于嘉河路 殿前公交车站附近的寒洞看到 寒洞西侧入口的漏水问题 依然没有变化 污水还是一股股地 从上面滴下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漏水处正下方已经搭建起 门自行水槽进行引流 这个水槽是用钢板制作而成 目测有半米宽 沿着漏水管道而建 两边凹槽的高度约15厘米 形成闭环 寒洞上方漏下来的污水 沿着水槽流入道路两侧的下水管道 路面基本看不到大面积积水 那现在呢 现在过起来方便吗 虽然路好走了 但是污水的来源依然不明确 随后记者联系了高电社区居委会 相关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介绍 我们新闻播出后 寒洞上方的施工单位和水务集团等工作人员 就对寒洞漏水的问题进行了排查 最终确定漏水原因是寒洞内埋设的通信管道老化 造成这样大面积的漏水 而附近居民猜测这些水的来源 可能跟寒洞上方的施工工地有关 那么漏水的问题如何彻底解决 记者了解到随着附近工程建设的进展 有关单位也在规划对这一寒洞进行改造升级 本来记者报道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位来自贵州的在下务工人员 他叫杨江桃 今年36岁 不幸的是一周前他因车祸导致脑死亡 随后经过家人的商议 决定结束对杨江桃的治疗 并且捐献他的器官 今天上午医务人员为杨江桃做了捐献手术 据了解 这也是今年我是首位器官捐献者 去年12月29号 从贵州来下务工的杨江桃 在祥安马巷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 发生了车祸 导致重伤送到了市第五医院 在经过几天的抢救之后 奇迹并没有发生 最终医生宣告杨江桃脑死亡 昨天下午在市第五医院 杨江桃的兄弟姐妹们默默流泪 却又相互补力 在经过一番商量后 家人最终决定帮助杨江桃 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捐献肝肾和眼角膜 记者了解到 由于杨江桃的父母已经去世 自己未婚也无子女 所以按照相关规定 在征得杨江桃的兄弟姐妹同意后 由他们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 他也是还在人心的 也是可以说也喜欢帮助人 这时候他还有东西 在喝着的地方 也是去救一个人 他也还在喝 还要想他 经过医务人员的检查确认 今天上午六点 在市第五医院的手术室内 全体人员举行了默哀仪式后 杨江桃进行了器官捐献手术 随后捐献的器官被医务人员送往福州 救治有需要的人 医务人员告诉记者 杨江桃的一举至少可以改变六个人的生命轨迹 到目前为止 这个这一粒已经是这个第二十三粒了 一六年的话 有个大的突破 整个有九粒 我们在这个海潮那个文虎山这个林员 专门设立了这个人体器官专线的纪念员 每年的清明节 我们都要举行 把这个亲属请回来 做这个进行缅怀纪念活动 本台记者报到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春运将至 交通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市民李先生反映 杏林文达路宁宝花园临街处的人行道遍布污渍 并时常有腥臭的污水积存 今天的试荣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在文达路宁宝花园前的人行道处 我们能看到 这段道路的人行道很宽敞 地砖也铺设得很漂亮 但原本红色的地砖以南建本色 地面随处可见污渍斑斑的景象 靠近人行道斑马县出入口的路沿处 和行道庶边的地面上 还能看到不少积存的污水 并有铺鼻的腥臭味 据过往群众和店家说 这些现象都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 至晚上八九点钟 摊贩站道形成的 现在是很久了 大概多久 大概如果暗示它大概应该有四年 四年了 三年至四年 那有没有人管呢 有啊 检查的时候有人管 怎么没人管 检查的时候 五天不能摆就五天不能摆 这就等于 等于有办法嘛 有办法管理不是没办法管理嘛 据知情群众说 宁宝花园这一带聚集着大量的住宅区 但菜市场的配置是缺乏的 需求导致了自发栈道市场的出现 但其实早在两三年前 据栈道市场约三百米远的地方就兴建了一处市场 但不知何故至今没有启用 应该要赶快把菜市场弄起来 那菜市场是已经建好了是吗 应该是建好了 已经都建好应该有两年了 群众希望他们反映的问题 能够引起属地 杏林街道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 疏度结合治理战道 也希望环卫部门能够强化这一带 人行道的保洁力度 记者 刘欧华报道 下一周春运大幕即将拉开 为了规范 我市道路运输市场经营秩序 近期市大交通办 牵头协调交通执法交警等部门 开展道路客运专项政治 昨天中午一点多 在厦门北站出发层 这辆白色小轿车刚刚停下 副驾驶座上的女乘客 正在向驾驶员付车费 执法人员判断 这辆轿车很可能涉嫌非法营运 当即上前亮明执法身份 要求司机接受检查 根据乘客的描述 他是从同安上车的 支付了60元车费 在同安的地点 今天上午10点左右 这辆四传牌照的车辆停车后 两名乘客下车过程中 在跟驾驶员商量着什么 心迹可疑 执法人员上前一询问得知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轿车的这辆车 经查这辆轿车属于私人车辆 没有营运自制 交通执法人员暂扣的车辆 驾驶员也应涉嫌非法营运 将面临着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春运将至 交通执法人员将在火车站周边 邮轮中心 机场 重点旅游景区等主要客流集散地 打击非法营运行为 同时对于出租车聚载 绕道 驿载等违规行为 交通执法部门也将加大查处力度 2017年的春运 我们还是坚持打击非法营运 跟整治出租车的违规行为 当然我们会采取更多的方式方法 会根据现场情况 我们会调整行动的方案 跟行动的办法 记者咸云 高志强报道 近日 碧山派出所社区民警 在进行基层走访时 发现一户人家有异常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这位女士的女儿 竟然是一名网上载逃人员 藏匿在菲律宾 最终在民警与家人的劝说下 嫌疑人刘某回国投案自首 本月5号上午 搭载嫌疑人刘某的航班 抵达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等候在机场的民警 将他带回派出所 事情还要从去年4月说起 当时肯尼亚警方查获了一起 在当地向中国大陆拨打电话 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的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这个案件随后被移交给中国警方 从而牵出刘某所在的 菲律宾诈骗窝点 刘某交代 他是去年4月前往菲律宾打工 当时应聘到这个诈骗团伙 专门负责打电话 不到一个月 警方就打掉了这个诈骗团伙 当时刘某没有被警方抓获 但因为害怕 也迟迟不敢回国 这次民警在对他母亲家进行基层走访时 发现了异常情况 问了他的个人情况以及家庭情况 然后又问了他女儿的情况 那吞吞吐吐他不说 不说以后 就他神情表现比较异常 到了第二天 回来把信息研判完了之后 又重新入户访查 入户访查 他还是不说 通过调查 民警掌握到刘某是一名网上载逃人员 目前在菲律宾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 刘某同意回国投案自首 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 如果来投案自首的话 可以减刑 这些做完之后 然后他妈妈亲自给他打电话 也把我们说的这些 跟他的女儿讲清楚 然后这个刘某就答应说回来 接下来 我是警方准备将刘某移交给北京警方 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玉伯飞 黄超 特约记者王鹏 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受不利的气象条件 和周边地区污染物传输影响 今天凌晨起 我是污染物浓度持续升高 11点后 PM10 PM2.5浓度 陆续达到轻度污染级别 15点开始 大气扩散条件转好 污染物浓度开始回落 我是空气质量 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 而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70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2.5 一说起雾霾啊 大家是又怕又恨 唯恐必知不及 而来自意大利的一名男子 却在不断地搜集雾霾 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告诉您答案 当您看到 来自意大利的亚历山大里奇 在佛罗伦萨的街头 踩着梯子 从各种建筑和雕塑的表面 搜集雾霾 也许会有疑问 被大家嫌弃至极的雾霾 为何还要费力搜集起来 他要做什么呢 原来这是亚历山大里奇 做画的原料 他先用潮湿的棉花 反复擦拭满雾霾的建筑物表层 当采集到的雾霾量 足够在画布上 涂抹出线条和形状时 便开始作画 从哪里搜集到的雾霾 他就用灰黑色的雾霾颜料 画出那里的街景和建筑 涂抹作画完成之后 再用天然树枝 为自己的画作彻底密封 防止雾霾再次散落 污染环境 亚历山大里奇 坚持用雾霾作画的新闻 被传播开之后 佛罗伦萨市决定 花枝圣母大教堂地区 不再允许机动车通行 而亚历山大里奇表示 世界各地因为破坏环境 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的地区 还有很多 他会一直坚持搜集雾霾作画 用这样的方式警醒世人 环境被污染的受害者 是我们每一个人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警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首要污染物为PM2.5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